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曾經在電視報導中看到 有兒子拋棄自己的爸媽在家裡放任他不管 然後看到這事我們覺得很震驚 所以我們才發覺說 現在的老人跟年輕人的距離越來越來疏遠 老人其實有智慧 然後只是他們需要一些關懷 讓他們的生命經驗可以傳承給下一代 讓他們讓關懷的愛傳承下去 我們一開始想要先從網路上看書籍就是找到關於社會老化和小子化的現象 然後之後我們想要去體驗看看老化之後會有哪種問題 之後我們就想要開始去行動和家中長輩互動的情況 最後我們想要進行到全校或者是班上的推廣 就是讓所有的同學去關懷家中的長輩 然後和他們有所互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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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让我们更有机会 了解到爷爷奶奶的生活中的建筑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